所以如果长久的一个影响 它就可能让局部这个地方 后面的一个神经受到压迫的结果 那我们就会产生出腰酸背痛 神经压迫的一个症状出来 我们脊椎的一个设计里面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一个设计 意思就是说刚刚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脊椎骨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椎间盘 椎间盘是一个相当有弹性的一个组织 它不是水 但是它是有一种像那种 这个胶直状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会把那样的一个压力给它卸除掉 不至于让它造成影响 但是如果骨骼本身退化 这个椎间盘退化的结果 就会造成后面神经的压迫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腰椎的椎间盘 我们用数字跟大家呈现 腰椎椎间盘的一个承受力 它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根据它的一个知识 其实呈现的是不同 平躺25公斤 站立或者是站立的时候往前倾 站立的时候是平躺的四倍 我们站起来腰椎那个地方 要承受力道是100公斤 这是惊人 往前倾的时候150公斤 所以我们站没有站向 小朋友就开始的时候 这个就会影响很大 所以往前倾就150公斤 如果坐着或者坐着往前倾的时候 坐着就变成140 所以坐着的时候比我们站着 其实腰椎还要受力比较多一点 那坐着在往前倾的时候 又变成185 比刚刚的150还要来的 站着往前倾的150还要来的多 所以我们坐姿一定也要特别讲究 不是站有站向而已 坐也要有坐向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人类自从从森林里面出来 走到陆地去 用两脚来走路的一个结果 当然腰椎这个地方跟其他动物 它是用四肢来支撑的 它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退化的一个可能性就更大 现在又拿着手机 早发现颈椎退化的可能性又会发生 所以一定要顾好我们的一个脊椎 这个是等到痛的时候 再去做一些处理 这都是比较效果不好 所以预防要从小朋友的时代就要开始 谢谢 谢谢 谢谢